大家好,我是張文彩,歡迎收看天氣報告 昨晚雲量不多,風力微弱,加上天氣乾燥,有利輻射冷卻 所以新界空曠地區出現明顯降溫 將軍澳最低氣溫只有19.9度 風力微弱亦令空氣中的懸浮粒子不容易催散 維港能見度下午曾跌至只有5000米 而天文台錄到今日的氣溫介乎22.8至27.4度 6時氣溫25度,相對濕度73% 接著到天氣先生出場的時間 天文台預測部分地區有煙霞,晚間大致多雲,有一兩晨雨 市區最低氣溫大約23度,新界會再低兩三度 明天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,最高氣溫大約有28度 吹和緩東北風,而指望之後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 最低氣溫都在22-23度左右 而預測天日空氣污染水平偏高至135的岑高水平 預測天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就是7,強度屬於高 接著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預測 澳門明朗,廣州天晴,廈門多雲,台北有鮮雨,上海是多雲 北京有鮮雨,首爾天晴,東京是多雲 曼谷有雷布,加隆坡和新加坡都有雷布 雅加達有雨,胡志明市有鮮雨,馬尼拉都有鮮雨 墨爾本有雨,星尼有鮮雨,布里斯班天晴 澳克蘭是天晴,紐約和多倫多都是多雲 溫哥華多雲,三藩市和洛杉磯是明朗 看歐洲,蘇黎世天晴,佛蘭克福多雲 阿姆斯特丹,和巴黎有鮮雨,倫敦 synd have cold 各位,這次天氣先直到你 拜拜